首例的确定病例之后 现在呢 要看看 到底他从这个 香港到台北的这一段 就是CX468班机 甚至发现说 有四个空服员 跟这个医生 是直接来接触的 不过让人瞠目结识的是说 这个医生他出现了 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戴上口罩 也使得这个四个空服员 在5月19号的时候 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还持续了服务的台港航线 至少有一个班次 超过了200人 凡然H1N1的澳洲级船一 在飞机上到底接触过谁 国泰航空大追踪 机组人员更是陷入恐慌 因为当时澳洲级船一 搭乘CX468班机来到台湾 机上总共有13位空服员 其中四位港籍空服员 都有直接和这名船一 接触谈话 而船一从头到尾 都没有戴口罩 5月18号晚间9点半 落地抵台之后 两名机师和13位空服员 在桃园过境旅馆 待了一个晚上 隔天早上10点钟 原班机组人员 CX469班机 搭载大约200名旅客 再回到香港 已经相对扩大感染可能性 目前国泰航空 5月18号上午 已经一一通知 当时班机上 所有机组人员 必须自行隔离7天 暂时停止上班 其中四名空服员 因为服务的区域 刚好就在高感染危险群区域 更是被列为追踪重点 不过机组人员 是否确定感染 还得等待观察之后 有没有发烧病发 才能够确诊 朱建传 朱建伟台北 综合报道 好 现在 是否会有没有发烧病发烧病发烧病察 怎么会有更多青鲜区域